死亡 247人受伤 28号凌晨4点43分 由北京开网车通过交集铁路王村站 在K289加610处 这列客车造成由烟台看网山东合泽的5034 5034次客车机后一至三位及机车拖鞋命令出动救援 山东省书记江易康省长江大明立即做出批示 要求地方政府全力协助组织救援 山东省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进行救援 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赶赴现场 据了解事故发生在铁路一个管弯处有数捷车厢颠覆 目前伤亡人数与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